花蓮市邁入第四屆 起来玩一下活动 7月份陆续展开了 第一场1号登场的是 悠游泰鲁隔路线 市长魏佳燕一大早就前往车站 为民众加油 希望参加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完全的齐全 并留下美好的回忆 周末假日一大早 花蓮火车站前 就聚集了一大群游客 每人一台单车全副武装 在专业领队的解说下 做好行前检查与教育 这是花蓮市公所办理 今年邁入第四屆的 起来玩一下活动 而首场是悠游泰鲁隔路线 吸引不少外地游客 特别前来参加 平常只有在骑车的 那就是没有来过花蓮这边 那很难得这次刚好 手机跳出来这个活动 然后就联络了家人 看有没有要去 那结果五个都想去 所以我们两部电脑守在前面 那活动一开始 我们就开始报名了 然后秒杀很快 速度很快 差不多好像一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差不多我们那个提示就报完了 有没有是吧 我们是十二点就赶快抢了 好像半小时那边就没了 对 我觉得蛮好可以体验在地观光 市长为嘉燕一早也前往车站为民众加油 希望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能完全骑程 并留下满满回忆 那也希望说我们外线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能到花蓮做一个观光 然后做一个运动 跟一个休闲的一个活动 那未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下 或许我们会在名额上 我们能够多增加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更融入 我们花蓮县的所有一些景点 那也很感谢长期支持我们的 一个好朋友们 那再一次的也希望说 我们来推展花蓮的观光以外 然后把我们更多知名的一些景点 给外地的好朋友能够知道 能促进我们花蓮县的一个观光 连续两天的行程 除了有本地人来参加外 外地客占了80% 目前三条路线八个梯次场场都已经额满 市长为嘉燕表示 公所将会持续推动 以运动串联好玩景点的方式 为花蓮创造不一样的观光形态 期待欢迎下 记者许立琴 华林时报导